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国际上也有人说 从1000年到2000年这1000年当中 有一百件影响人类进程的事 其中长征就算是之中的一件了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国防大学的金一南将军 为我们讲述长征路上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欢迎金将军 长征开始后 红军一个月内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于1934年11月下旬进地相跪边境 此时的蒋介石调集数十万重兵 在湘江以东的兴安 泉州 冠阳之间 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 网图将中央红军扼杀于湘江以东地区 今天我们说红军开始长征 蒋介石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最残酷的一道封锁线恐怕就是第四道湘江之战了 但是上一讲您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湘军和贵军本来是封堵了一扇门 但是因为他们各自心怀鬼胎 这道门就突然的变成了一道虚眼的门 红军看上去是可以顺利通过了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红军依然在这里 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 这又是为什么呢 湘江之战呢 我们说是红军长征路上第一个生死观的考验 那么我们上一集讲到了 就是湘军贵军 他们实际上最初防堵湘江的门 最后是虚眼的 我们从图上给大家画一下 你比如说这是湘军防守的泉州 这是贵军的核心地带 新安 这地方是一个主要的渡口 叫戒守 红军的大队人马是从文士 这时候呢 有两条主要的障碍 一条是萧水 另外一条是湘江 这两条江 那么形成了对红军的障碍 原来湘军的防线是这样的 贵军的防御阵地是这样的 把这大门堵住的 然后贵军的南北阵地调为东西阵地之后 贵军的防线实际上是这样 对 等于大门打开了 打开了 中间形成了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呢 实际上是红军避免损失 迅速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最好的时机 当时红一方面军是红军长征的前卫 就先锋 红一方面军的先锋的先锋 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就是便衣侦察队 当时这个便衣侦察队呢 由这个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的侦察科的科长 刘忠率领 刘忠呢 1955年 就我们第一次受前的受为中将 红一军团这个便衣队 首先渡过湘江 到达这个戒手的位置 到达这个位置 到达戒手之后呢 他们迅速往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往泉州方向去 往泉州方向去呢 当时呢 侦察队连续给后方发出了电报 叫前方五大敌 没有主要的敌人 就是这个通道是敞开的 那么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 他作为红军的先锋 他当时呢 就是发出了一道命令 听见了便衣侦察队 讲的前方五大敌 当时的命令就 两一分割 中间突破 就说一定要把这两一要保住他 要保住这两一 然后的话 保证红军的大队 从文氏这个方向过来 建立一个走廊 等于是保住两一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后来呢 这个问题又成为我们之所以 在湘江之战中的损失 比较大的第一个问题 就机会出现了 机会出现了 有些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抓住机会 泉州按理说应该是贵敌 就是白中喜的部队 和湘敌 合建的部队 汇师的地点 但是呢 便衣侦察队去一看 泉州是个空城 没有人 因为呢 白中喜的力量后缩 缩到新安的这一带 和湘的力量后缩 缩到黄沙河那带去了 就泉州是空的 是个空城 当时出现了非常好的时机 就我军迅速占领泉州 当时红二师已经过河了 那么呢 当时的便衣侦察队的队长刘忠 就像红二师的 红武团 因为呢 刘忠原来在武团当过政委 红武团是个模范团 战斗力很强 他向武团要求 就说迅速激动 占领全州 武团的团长呢 叫陈正香 他做不了主 率领武团的是红二师的参谋长 叫李唐厄 李唐厄听见这个消息 李唐厄犹豫了 他觉得如此重大的情况 应该报军团首长批准 就报林彪的批准 我们说呢 这就是军队中 行动中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我们经常讲叫 兵贵神速 战机烧纵即逝 烧纵即逝 李唐厄这一犹豫 报军团 要军团长批准 那么呢 报军团指挥部 带命令再行行动 这下吧 十一战武 错过机会了 对 战场 任何个战场 这个战机烧纵即逝 你这个战场就 指挥员抓住战机 扩大战武 这种就指挥员 一个本身的素质 当你一切命令 听指挥的时候 当然我们三大剧里 八样主义 叫一切命令 听指挥 当你在战场 这个瞬息 外面的情况下 当你一切命令 听指挥的时候 你很容易把战机丢掉 就这时候 指挥员 指挥员的这种主动性 他的创造性的执行命令 灵机应变的能力 非常重要 对 由于我们犹豫了 所以说呢 武团没有及时的战领 泉州就差了几个小时 命令下达 当武团向泉州开进的时候 湘军的刘建训部队 已经把泉州占领了 泉州一占领 给我们导致一个什么呢 后来林彪的部队 就是红一军团的部队 不得不在泉州之外 三十里的决山铺 构筑主要的阵地 我们看 我们空间一下 压缩了很多 对 如果说是我们红二师 能够及时的占领泉州 那么依托泉州的城防 而不是依托 绝山铺的山岗县 上面有灌木 这算一个比较好的地形 就以这一代 作为防堵相敌的 主要的阵地 我们实际上一看 你这已经 比在泉州构筑坚强攻势 差很多了 利用泉州的城防 完成这个防御 那你的有效性差多了 损失就比较大了 这是我们渡过湘江的 第一个失招 就敌人在 你推我让的 把主要作战任务 推给对方的时候 我们非常好的机会 但这个机会 我们并不抓住 我本人印象非常深 这是后来 我们在这个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刘忠 就是红一方面军 当时这个先遣队的 便衣侦察队的队长 刘忠呢 他当时八十年代初 他已经是个 离休的老干部了 他到了国防大学的图书馆 他写的回忆录 那个回忆录的名字叫 从米西到江西 那回忆录很薄 八十年代出版物很薄 给他出版呢 质量也很差 错别字很多 刘忠那位老者 就是我接待的他 他跟我说 这个书里有很多错别字 你要把它一个一个的改过来 他说我都改过来了 我给你们图书馆放的 放在图书馆里 希望长久保存的 我打开一看 我吃惊 他全拿铅笔改的 一个一个字 一个字 什么地方错了 全部都改过来 手上布满了老年班 全部把错字都改过来 他那本书里 说起了就是红二师的参谋长李唐厄 当时错过战机 没有占领全州 导致医军团的部队 后来损失比较大 牺牲的人数比较多 我们说老人家唏嘘不已 感慨不已 后来当时送走他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感慨 我们送他走的时候 从图书馆出去的时候 他是个 他个子不高 身体比较壮实 个儿不高 八十多岁的人 步履蹒跚 摇摇晃晃的 处了个账 也没有任何人陪他 也没有什么警卫员陪他 就叫他一个人来的 八十多岁 自己处了个仗子 摇摇晃晃的 步履蹒跚地走的 我当时很感慨 我就想 我说我们能想象出来吗 他是我们长征的 先锋的先锋 红衣军团的先锋 便衣侦察队 是红衣军团的先锋 刘忠又走在 便衣侦察队的最前面 这是我们说 当时起码湘江的那段 我们长征中 走在队友的第一人 这是我们说 中央红军在 这套突破口出现之后 我们没有很好的 抓住了第一个视照 那么当然 我们第二个视照是什么 是队伍太重了 就是后面的 我们的中央纵队也好 军委纵队也好 挑夫有七八千挑夫 挑着印刷钞票的印钞机 挑着书 挑着各种各样的印章 挑着苏区的铸臂机 还苏区的纸臂 还挑着X光机 中央苏区一个社会 整个都在扁担上挑着 队伍行动环麦 就当这个口子 这个口子展开之后 它不可能时间很长的 但是我们队伍行动太缓慢了 那么在蒋介石的吉令 一道一道的命令 压百中喜 压河舰 这时候呢 他们不得不 收缩这个走廊 对我们形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就是红军长征在湘江的重大损失 我们说直接原因的 这两个前期 我们没有有效的控制全程 使我们的在防御 居于被动 后期主要的 当然说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我们队伍太重 队伍太庞大 队伍行动太慢 当然后来这些都归入 归入错误的军事路线了 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 后来就成为 遵义会议要召开这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在这个检讨的过程中呢 导致了 就说领导层的更换 对 那么这是后来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成果了 我们说呢 从前期来看呢 当然红军在湘江 在敌人这么严重的压力之下 之所以能够表现的还是很不错 那么核心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 就是贵军和湘军 在互相推诿作战任务的时候 这个口子谁来封 湘军退给贵军 贵军退给湘军 那么推来推去的结果 闪出了个口子 对方都在互相推诿 那么红军呢 长征路线的红军 他们是什么呢 互相配合 我们可以看 就是蒋介石指挥不了 白中喜的部队 白中喜指挥不了 和剑的部队 他都是这样的 和剑也指挥不了中央军 那么我们的长征的过程中 红衣军团 红三军团互相指挥 当时的红衣军团 有个部队 就说红衣师 红衣师当时防守这个潇水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防守潇水渡口 在这个位置 完成了任务 本来应该回归 红衣军团的建制 刚刚要开拔 彭德怀上来了 彭德怀说 你们不能走 你们走了 后续部队还没有上来 你们一走了以后 渡口丢了 你在这给我盯住 但是这个衣军团的部队 三军团的彭老总指挥了 他说你的部队放在这 我去跟你们军团部交涉 然后红衣师的市长 李俊奎 就带领部队 在这个方向防御了两天 有效的保持了 潇水的渡口 保证后续部队接 当国民党内部连续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内部 一军团的领导 在指挥三军团的部队 三军团的领导 在指挥一军团的部队 但是我们这时候 你不管怎么说 我说 距离一个空前危险的位置 就是红军 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险境上处置过 因为当时 文士到戒手 这条线长80公里 我们从戒手到平山渡 中央红军完全被压缩在这个范围内 就是中国革命的全部本钱 压缩在这个范围 这面是跪地 非常狭小的 非常狭小 这面是乡军 后面是中央军 这面还赶过来一支薛越的部队 我们说薛越的部队 正从这方向赶过来 当时面临这样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就是五次反围剿以来 蒋介石拼命想献红军于绝境 而没有实现 在湘江几乎实现 在湘江 红军居于一个 就是五次反围剿以来 最危险的险境 再加上红军当时的行动比较慢 那么这给红军带来了非常大的危险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